紫高洛部落群组成的围猎脚行动联盟 19号到原住民主委员会陈勤 提出船林土地不断遭公家机关掠夺 山林被砍伐变成林道 加上有90%的船林都未在公有地 希望透过划施办法来保护传统领域 我们的船林 我们的山林 它被文明的侵略是一个进行式 它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并没有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减少过 以目前来讲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办法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报复 除非我们就是一直抗争 然后一直冲突 石壁部落齐老提到 石膏的部落群横跨五峰乡 泰安乡 南庄乡 传统领域范围广 但近年来齐老不断离世 造成文化断层 让齐老记忆中的传统领域也间接流失 因为现在真正的知道 传统的领域的也不多了 所以慢慢的这个齐老就凋零 调定之后后续的如果再将我们这个整个化射的办法 作业再延宕下去 那就非常的不可知了 原本会表示虽然传统领域化射有不同声浪 但有部落愿意化射传领 原本会仍会提供各地区传领调查 主动协调传领化射 并依照公告的化射办法提供相关补助 既然公布了我们就不能说都没有动作 因为实际上很多的部落的族人 或者部落或者族群都在等就像现在的 Scarlo的这个社群他们 特别是传统领域的调查 我们刚刚讲再延迟可能就会错失两极 但传领化射排除私有地争议 仍在持续延烧 法案也要等到立法院被查 如果公告修正或废止 现阶段传领化射可能会有变数 族人要如何找回传统领域 取得原住民族社会共识人事最大难题 记得那么Rulun 新北市新庄采访报导